讲到朋友操作的最高指导原则的4加4个字 您带回去了吗 前4个字是获利入贷 那后面4个字呢 今天节目直接公开 看节目 欢迎来到朋友来到股市最前线 我是平华 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 领先去世掌握未来华冠投股关门张 高老师Devi老师你好 主持人好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Devi高敏张 今天来到了11月4号星期四了 今天的盘呢 早上明明讲得好好的 老师我们在录音的过程当中 它已经指数由红翻新了 其实今天早上一开高 我就会有一点点的担心 有什么一点点 今天星期四了嘛 你看我们从星期二到今天 连续三天才被股市都有开高走低的现象 对不对 礼拜二那个沙盘 其实指数虽然没什么沙道 但个股的沙幅是很重的 很凶猛的 所以我才在礼拜二送给大家8个字 4加4个字 然后我们今天就公开啦 直接公开啰 好 前面四个字叫 获利入贷 你一定有赚吗 台办啦 强茂啦 德偉啦 然后那个什么 金虹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然后3035之前讲过了 对没错 3037的星星 你一定有赚 然后包括 和雷家金你一定有賺 隨便賣你都有賺 是的 那重點是為什麼要這樣賣 對啊 為什麼要這樣賣 今天回頭看 其實確實 我們剛剛講的上述所有的股票 在過去三個交易日的震盪 是非常的劇烈 打個比方 創為 禮拜一漲停 不是創為 2481 強茂 強茂禮拜一漲停 對不對 禮拜二跌停 昨天大殺 今天又開高 上去就撒回來 是 智希很兇 而且還爆量 2481的強茂 爆了10萬張以上 大概10萬張左右 禮拜二 沒有 禮拜三那個量好不好 也很大 禮拜三 禮拜三六萬張 禮拜二快10萬張 所以它其實有很爆量的現象 不是說這個股票完全漲完了 而是你覺得可以 先做第一件事叫 獲利入袋 第二件事是 有機會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賺一趟 這就是我要送給你的八個字 操作最高的指導原則 邏輯很簡單 你明知道台北股市這裡一定會震盪 震盪的原因無多 第一個 加權指數 1萬7以上 1萬7囉 第二個 過去這兩三個禮拜 你的股票漲很多 你有潜在的動機 獲利入袋嗎 只有你會這麼想嗎 當然不是 有強茂 有台辦 有德維的主要力量們 不會這麼想嗎 都會這麼想 連我David都想賣對不對 怎麼會沒有人這樣想 其實就在這前兩天 兩三天的高點 因為你有賺到 你唱會贏 台北股市一開口走地 你就會想賣合理 漲幅很大 真的很大 你不要說漲兩三成 才一兩個禮拜漲兩三成 這很快 你說有的股票更猛一點 兩個禮拜漲得快四成了 對啊 這種短期間之內 半個月的時間 已經漲幅這麼大的時候 一定會誘發市場獲利入袋的動機 對不對 投資任何的行為 一定要去考慮 做這件事的時候 這些人背後的動機是什麼 他在想什麼 對 他在想什麼 你知道這常常做得到 主力的想法跟籌碼 有這種現象 另外一個我問你大家 這個禮拜 FED會開會 利率會議誰不知道 都知道 所以為什麼是這個禮拜會震盪 那討論的東西 結果出爐 FED果然如我們去年的預期 在今年的第四季 對 鎖表了 有去年跟你講了 今年年底就會鎖表 很多的專家 都跟你說明年錯 對 2022年再看 然後明年就會升息了 所以明年的2022年 大概我猜大概年中了 快的話6月 慢的話9月 FED會升息 而且我猜最有機會的可能性 應該是6月一次 9月一次 我6月次9月次 拉給記下來 好記下來記下來 對 如果不幸又被我夢對了 那肯定是運氣好 如有雷同純屬巧克 對一定是李白跟我講的 李白又透露了玄機 李白竟然知道FED會升息 是不是真的很神奇 太恐怖了 我以為他只會喝酒 他懂得可多 對 人家是李太白好不好 太白金星展示 傳說了 太白金星我不熟 哈哈哈哈 老師那是以這一波 其實就像我們之前 老師有跟大家聊到 這一波從大概10月中 這些長不上來 這些強勢的族群成功 智元從10月中100出不頭 一個月的時間長一倍 對啊真的耶 倍數方了 對不對 那你看那個3141驚鴻 不是也知道嗎 那時候才120啊 現在多少 你之後再還可以買1405的 也是 現在也200多了 欸 不過等一下是200塊以上 你不要再買了 真的啦 因為畢竟有點貴 對 他其實也快要倍數方了 好可怕喔 就在短短這一個月不到的時間 真的極短的時間 甚至連後面一點才來的朋友 你去看台辦強茂德維 就是比較厚囉 因為他時間比較短 大概兩個禮拜而已 他已經漲三成左右 也很可怕耶 台辦從60塊70塊漲到90 對啊 那強茂從100塊不到漲到120啊 有 對不對 連漲幅最落後的3016的家金 其實也上去一段了 有耶 有對不對 有有有 只是說老師為什麼要我賣 你看真的下來了 嗯哼 所以我說這兩天 其實你要懂得先獲利入袋 獲利入袋的原因不是這公司不好 我要特別跟全國所有投資朋友們 包括這兩天 有來填表單 有來電 把這拔個字帶回去的朋友 對的 獲利入袋的目的 不是因為公司有什麼問題 不是因為公司不好 是因為第一個股價漲多了 是 充滿容易鬆動 有 第二個 價錢值17,100,000了 嗯 容易鬆動 是 因為有賣壓嘛 對的 價錢值17,000很多人會怕啦 會怕就容易有震盪 再加上FED這個動作 市場的震盪會多一點點 但是你不要說 老師那所以是往下看嗎 不對 後面四個字叫再賺一趟 所以要把這四個字帶回去 是要都在一起的 對你要前面先獲利入袋 後面你才有錢再賺一趟嗎 當然 只是說有沒有一定要買同一檔 就沒有一定 我也可以買新的 也是可以買新的 一個喜歡洗心燕酒的人 因為老師在節目上把心底話都講出來了 心底話講出來 這樣我們會被禁啊 應該是不會喔 怎樣 股票不能洗心燕酒嗎 可以啊 奇怪了 為什麼我一定要買台機店 對啊 難道我不能改天看看連電嗎 可以 對不對 對不喜歡連電那我就買支援 所以我買支援 我的支援就這樣來的啊 是不是 去年你對不對 我說利基店我不知道 我們也很有興趣 那我興趣是愛普 是愛普 有的啊 今年我說 聯電我覺得不錯 但聯電不是我最愛的 我已經是買支援 對 你看看這一波 我買股票的邏輯 全世界 全台北股市所有的專家們都看得清楚 都知道 BABY就這樣買股票 是啊 觀眾朋友你也是啊 聽眾朋友你也是 你跟我買一樣的股票 有 所以你去年愛普賺翻 這也是支援你賺翻的嗎 是啊 就是這樣來 不要跟我說老師 為什麼要用ISIC 其實我上次節目上不是講過嗎 你說元宇宙 有多少股票有 宏達店 等宏達店真的告訴我很賺錢的時候 我再看看他吧 對不對 或者說我只要想到學紅姐姐 我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算他快樂 但是很多人的話我會覺得 可是老師我會發現 最近有很多的公司啊 只要他喊 我也是元宇宙的公司 有啦 很多的股票都有 動一下動一下 會啦 你看寄臉書改名對不對 MetaVerso之後 微軟也說 那我也來元宇宙一下 他也要改 差不多過兩天 或許其他的網路巨播公司 也跳起來 我也來元宇宙 一定會嘛 所以他說你去看伺服器相關的 高階運算 高階傳輸 高速傳輸 這個一定通通有 有 絕對不會只有什麼宏達店啊 什麼什麼什麼陽明光 不會只有他們 也不會只有預創 對不對 雖然說預創很好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你看預創9月賺0.68 很厲害對不對 今天股價80囉 對啊 算是我送給你都在40喔 不要把我送 我什麼時候送你的 我10月初送你的 10月初 我不是送給大家過嗎 預創嗎 40塊啊 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對 現在呢 現在八十日了 對 相關嘛 今天經濟圖都80 倍數翻了 你說他現在9月賺這麼多 倍數翻了 他9月賺這麼多 是因為元宇宙嗎 不是 當然不是 他是因為他之前的立即型的記憶體 對啊你看看 對啊 元宇宙是題材 還沒有讓他賺錢 什麼時候會賺錢 不要問我啦 這個 有生之年一定看得到 有生之年一定 如果你是不是今天 也不是明天 可能要明後年 你說那個王大傑嗎 不是 元宇宙什麼時候賺錢 哦 臉書用的東西一定會用台灣的嗎 不見得 但我跟你講晶片會用台灣的 也是喔 讓大家知道 台灣就是立足全世界的數一數二的 所以請到朋友來 好的標股可以來回賺 來回賺價差 那麼先獲利入代之後 耍了來 老師告訴你 就是再賺一趟喔 操作的最高指導原則 就把這八個字帶回去 其實你可以發現 到最年真的好輕鬆喔 好那說得來 杰老師又向中了哪些個股 哪些的族群呢 想了解更多節目聽到完你就知道囉 說得來 說得來向中什麼 向 向中什麼 其實我們剛才講喔 我說元宇宙其實這個觀念 其實大家記得是幾乎你的 他可以包的萬象 真的是包山包海耶 所以說有些動畫或文學作品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他真的是包羅萬象喔 舉凡說 我問你喔 我們今天看到的 比方說這個錄音室 對不對 旁邊所有的擺設 包括你居家的擺設 我現在想換家具對不對 是不是要裝潢要幹嘛的 對啊 很麻煩對不對 對啊 像我剛跟妳講那部動畫裡面 它就有這種能力 就是家裡按一個按鈕 然後因為它是用投射的 所以你家裡所有的布景全部換掉 所以說你的沙發一樣長沙發樣子 可是它換不同風格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換 中東大拉伯風格 我喜歡杜拜帆船飯店的風格 我喜歡什麼什麼什麼 我喜歡海洋的風格 他就可以把你換 這算不算元宇宙 算 他算 虛實 虛擬跟現實的整合 AR VR做的不就是這件事嗎 是啊 比方說我們現在手機 有沒有玩過AR遊戲 有 Pokemon看過吧 Pokemon我們那個就是AR 現在還有一個那個什麼 很紅的那個什麼 Harry Potter 所以未來的事 我們以前20年前 我們在念書的時候 20幾年前 對不起 也很久了 我們念書的時候 我想說一定要退電腦 對不對 電腦 電腦很重要 現在什麼重要 現在手機都快要取代電腦的功能 我跟你講未來的世界 會打電動很重要 你信不信 會打電動很重要 所以不要阻止你兒子打電動 真的嗎 只是不要打太兇 第一個 你有發現現在所有的小朋友之間 溝通的語言都打電動 都是打電動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他們未來的部分 我在講個更有趣的現象給你聽 台灣前10大前20大的 富豪富翁排行榜 他們都是舊產業 台灣要不要電子製造 對不對 半導體 還有什麼 金融 對不對 比方說富邦啊 這種的 國泰啊 對不對 還有什麼 傳統業 台宿家族 對 我們沒有新的對不對 對沒有 我們沒有新的對不對 沒有 跟台灣很像的韓國 我們常常把台灣跟韓國做對比 對不對 什麼地域朝鮮什麼的 你知道韓國生育率還比台灣高 真假 台灣真的好標誉喔 韓國1.09 台灣1.07 Yeah NO.1 我們贏了 我還被零點幾了 還有1耶 沒有沒有 你知道1是什麼意思嗎 1是一個婦女中期一生會生幾個小孩 生1就是一個 2就是2 兩個 如果2呢 人口 假設我們現在人口2300萬 我們要達到我們的人口可以維持2300萬不便 要升2.1個 哎呀 那全世界的平均是2.4個 嗯 那台灣呢 1.07 也就是說 比日本還低喔 比韓國還低喔 以後真的會是老年的社會了 台灣人全球老化速度最快 搞不好台灣跟日本是前茅絕對前茅 中國也是喔 中國也是1.0幾而已喔 1點多而已喔 中國1點多而已喔 很低喔 可是他現在不是已經沒有再禁止一台化了 還是一樣 像誰敢生喔 因為真的啊 中國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關係 房價越來越貴的關係 年輕也不願意升 你看中國年輕人是流暢 就跟你說什麼 躺平啊 打不贏 乾脆躺平不是最舒服 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東西 好啦 那元宇宙這一件事啊 剛聊到韓國的前20大 可能的有錢人喔 排行大家可以去查 前幾名當然啦 跟三星集團有關係 三星的創辦人去世之後 他的大兒子嘛 二兒子嘛 大兒子啊 大公主啊 小女兒啊 然後包括那個 英姆 他們四個成為韓國的前20大首富 嗯 因為他有分道 他們四個也很厲害喔 他除以四之後還可以前20 所以你看他多有錢就好 對啊 真的喔 再來 什麼樣的公司在韓國前20名很特別的 你絕對想不到 當然三星是辦到底這個相關的 你一定想得到 還有傳統產業什麼現代企業啦 對不對 現代這個你一定想得到 現代集團 還有什麼你猜 你絕對想不到的有好幾個 而且不是20個沒有 四個來五個 是新創公司喔 賣網路遊戲的 我就知道我想說是電玩嗎 賣網路遊戲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 叫什麼 捏抹布 捏Mable 還有個NCSoft 那個也是 我兒子應該知道 對 那個就是前20喔 還有喔 除了剛講網路對不對 這種新興科技的 還有什麼 網路遊戲之報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東西是 韓國台灣 我們現在我們用Line嘛 對不對 韓國最大的通訊軟體的 那家公司老闆 像Line的通訊軟體 他也是前20 喔他也是前20 這個台灣沒有對不對 沒有 好再來還有 更特別的 還有什麼 經濟公司的老闆 經濟公司什麼什麼經濟公司 還有 前20 什麼的經濟公司 哪個團我講給你聽 好 什麼 防彈少年 喔 BTS BTS的老闆 前20 這個台灣不會有 所以韓國企業在過去20年的轉型 比台灣進步很多 所以也就是說 而且他們這些人是白手起家喔 不是世代傳承喔 不是因為我姓某某某 所以我就分了一大堆喔 沒有 他們 因為三星是如此 但是其他新創產業不是吧 對 新創沒有喔 比方說BTS BTS很新耶 BTS這個公司才多久而已 對 而且它也是靠很多的網路 各方面的行銷 它在韓國不見得最紅 但是它在全世界都很紅 真的很紅 對啊 台灣很多嘛 像我之前有 那是誰 誰跟我說 我老婆還是有一個朋友跟我說 你叫BTS 防彈少年組嗎 防彈少年團 防彈少年團 我跟他說 防彈無聲我知道 哈哈哈哈 你訊息掉 他們真的很紅 我是真的要回答他 我說我只知道防彈無聲 他們周邊商品一串耶 很可怕 Tavy我是老人 我不看電視好不好 我真的不看電視 可是剛剛講好像看了很多 我看的不是電視 我看的是我自己抓的資料 他們真的有有有 他們是寫進前 前20的富豪 真的是富豪 所以我們剛剛跟你講說 為什麼元宇宙這個概念 會越來越廣泛 你從這個產業佈局就知道 所以你看台灣 當然這個很多的空間可以去改變 搞不好今天看這個頻道的你 你會突然一個新的idea 前20名就你的了 有可能 台灣有一天也會這樣子 所以元宇宙變成你的機會 真的 變成各位的機會 照這麼說 你看到像可能 五年前韓國流行的 可能五年後變成台灣流行的 有可能 都是這樣子輪流的 對啊 其實你看這些東西 其實很有趣是因為 他們在發展經濟的軟實力 真的很厲害 軟實力 比方說演藝 是軟實力 他可以賣全球 對沒錯 對不對 以前很多年前不是有個 Gonna style 對不對 賽大叔 他也是這樣子賣全球 對 他後來現在最近在美松說 因為這首歌太紅害我 就怎樣怎樣怎樣 我心裡的歐斯 我說奇怪 你前面賺那麼多 你現在怎樣 怪誰啊 留點給別人賺嗎 不是 這真的是 東一公對不對 好朋友們 剛剛就是因為今天剛好 跟大家聊聊 這個有趣的事 真的 所以剛剛聊到一些很好的股票 過去如果你有先 霍利老節的未來幾天 你都可以把握一下 看他們好買點 再賺一趟 或者你希望跟你買新的 跟我一樣 好 是對 洗洗研究講中我的新函力 有有有有 我們不是講 那個我們是講 股票可以洗洗研究 對對對 做人不要不要洗洗研究 做人不行啊 對到時候你回去被TV 就不能怪我了 看你是要 跪一下 自己就說嘛 柯在我心底的名字 我剛剛平話講 我那天就我老婆說 柯在我心底的名字這個很好聽 那我就說 我跟他說 那就是你心底的名字是高敏章嗎 你知道我老婆翻白眼什麼嗎 他直接翻白眼 他翻白眼的喔 那我說什麼 你記得 我說那你姓日向嗎 有看那個 火影忍者就知道了 就知道講日向是什麼 就是一直 對 那是他們的同術嘛 白眼同術 所以說他就發現問中二了 那我常常 對真的 那我常常也是 對 那個角色 OK啦 一直翻 翻白眼 很正常 他昨天也泡白眼 我翻成 我翻到我覺得我真的 我應該是奧運選手了吧 真的嗎 你也會有這個能耐就對了 對 所以你也改姓日向了 我也改姓日向 黃日向 什麼東西 這個你兒子搞不好知道 我覺得他應該知道 他一定知道 他沒這樣講過你喔 沒有啊 他不敢這樣講 他可能心裡講了很多遍 其實我媽才是日向的傳人 每天都翻白眼 每天都翻白眼 不管誰都翻 都翻 到底在部門什麼 所以他們跟你講過 我身上的查克拉的流動 他有沒有給你截那個火盾的手印 沒有 他有講耶 有喔 他有講什麼東西嗎 你知道什麼什麼什麼 對嘛 我們兩個可以聊一下 但是我也真的覺得 可以跟他做好屁喔 開玩笑 真的喔 我連我們家小朋友 他們有時候學校 有時候同學 他們同學之間就說 我跟你講 我說什麼什麼爸爸 我跟你講喔 那個什麼 我抽到個什麼卡 金卡 真假的 你這麼厲害喔 然後他媽媽都不懂說 為什麼我會覺得這麼厲害 然後她媽媽都不懂說 然後她說你知道金卡很難抽嗎 那個寶可夢的金卡 那真的好難抽 我說你知道金卡很難抽 它真的開很好好不好 那也擺張也不違章 而且轉那個什麼 對 為什麼我會懂這些 因為我們小時候也幹這種事 難怪 對 想三十幾年前我們也幹過這種事 三十幾年前 爸爸 叔叔的我 對 叔叔叔也幹過這種好事 好樣的 你有錢多孩子 對 不要瞎關這個喔 是這種一雄 你看嘛 我們剛剛講Pokemon Pokemon有AR對不對 對啊 這從Pokemon手有AR之後 Pokemon的卡片賣多好 你知道 他真的銷量到下下 缺海了 真的是缺霸 你知道Pokemon一開始不叫Pokemon嗎 他叫什麼 也不是神奇寶貝喔 神奇寶貝台灣自己翻的 那什麼 Pokemon有明明知道Pocket Monster 口袋怪獸 所以他把Pocket跟Monster兩個字 合在叫Pokemon 原來是這樣的 為什麼我知道 因為我們當年玩那個Game Boy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有了 就有Pocket Monster 哎唷 他也是從那個時代慢慢轉變 他那個機台真的很 Game Boy很 好啦不再講了 往事只能回味 那個機台喔 大家要把所有的卡 都知道 如果你手邊還有Game Boy能玩的 我跟你講那很值錢喔 你不要把他丟掉喔 那玩意很值錢喔 那已經絕版了喔 絕品喔 就留著它壞了 真的還有有好的 有人拿來賣超值錢 但我相信好多人在玩紅白機 紅白機像有復刻版 Game Boy沒有 Game Boy就比這個再搭一點點 他會很絕版喔 然後沒再出了 是喔 如果有的話我就買一台了 喔 我們要買我弟也會買 我們兩個就這麼幼稚 真的幼稚 對雖然跟年紀不相符合 沒關係啦 幼稚鬼 幼稚一點大家開心就好嘛 對股票也會漲停更好 沒有我們為了要符合小孩的年紀 我們就是把自己年紀再往下拉一點 是這樣嗎 明明就是爸爸想玩 我知道你想玩喔 其實是爸爸想玩 對 可是我發現我年紀大了 所以要玩不動 真的嗎 會有累喔 會累喔 所以要限制 不要講不要講 現在小朋友玩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再講 好 我們第二段 第二段 好來 第二段要開始囉 歡迎請回到股市最前線的節目 我們其他好朋友訂閱我們的YD頻道 在我們的兩段節目的中場睡覺時間 說了很多包括了 包括的秘密啦 或者是你想聽到啦 或者是我們剛剛有趣的話題 我們延續了一些之前 原宇宙的一些概念 對沒錯 其實這個東西很廣泛 真的很廣泛 是當然算啊 你看臉書進去原宇宙 那微軟也要來啊 那Google也要來一下 對不對 其他的Amazon也要來一下 這些網路拒搏會不會來一下 是 那台灣有沒有新創公司 有沒有相關的 一定有嘛 有喔有喔 你看全世界都在做這件事喔 所以前幾天喔 才在節目當中跟老師請教一下喔 那原宇宙我們第一段的這些的標的 在中了一輪之後 第二趴 一定有第二趴 第三趴 第三趴 一定有 所以他說有些股票漲多了 你就 我覺得投資要大氣一點 真的 老師我自願沒賣200塊以上 像199我怎麼不能賣 可以啊 可以吧 老師我強茂沒有賣到高點 像11010幾會賣 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當然可以賣的 可以喔 你有賺為什麼不能賣 對啊 對啊 你賣的你敲錢買下一檔啊 是的 還是你要跟他天長地久 那如果你買到的是1300的紅大電燈怎麼辦 對啊 那套的可久了 那真的很久 所以我只要講到雪紅姐姐 是 結果我就 鄧多啊 聽到一點沒有 我就 整個火都起來了 我的朋友真的有耶 有啦我身邊就有這種的 真的 就是他才能 他擠他鄧多啊 那個髒話都出來了 沒有他就很安慰自己 沒有就是不離不棄 好吧 是是是 好吧好吧 你這麼專一那就 嗯 但是重點是 重點是 剛剛老師提到了 原宇宙的概念 不只是你 你腦中想的那些的股票 舉凡是很多都是 真的是 包山 可以的 我覺得你說 相端的科技應用 因為隨著科技的 一點一點的增長 因為今天要好一點時間 跟大家分享個觀念 好 大家知道NVIDIA這家公司吧 對不對 我們想 NVIDIA這個 這麼多紅多青 GPU 對 十幾年前 NVIDIA的股價是 從公司開創之後 到2010年之前 2012年 十幾年的時間 NVIDIA的股價 永遠都是10美金以下 永遠都不會動 為什麼 不會老師 GPU不是很賣嗎 對啊 那是你現在看到的 而不是當年發生的事 以前我們的 除非你說到電腦的 比如說你是要 高階電腦 這些需要繪圖 還是你需要打電動 那種 你需要跑3D運算 對 不然其實你的電腦 不需要GPU 沒錯 你的CPU 你加上裡面的OIN1晶片 對不對 網路晶片 跟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顯示晶片 全部都合在一顆裡面 就在你的Onboard 有沒有玩過中間 對不對 那個大概就是初階 或中階的電腦 都是這種的 就一般可以處理文書 不只文書 簡單的有些可以玩 都沒問題 簡單的有些OK 你不要玩到說 一定要什麼很高階的 你才需要 GPU可以無限上升 是很不玩的 GPU從我年輕人的時候 一片快一萬塊 到現在一片好幾萬都有 對 那是一個需求 為什麼GPU後來紅 就是因為後來大家開始 那個科學家開始希望說 我們的電腦能越來越強 我可不可以來做一個 人工智慧AI運算 那AI運算要幹嘛 用電腦取代人腦思考 可是人腦的思考 非常非常的複雜 而且人腦的思考很準確 講句不客氣的 目前為止所有的金融的運算 尤其是股市的判斷 電腦完全跟不上人 我跟你講答案就是這樣 電腦只能幫你 但它不能幫你判斷 因為它跟不上你 可是電腦的程式也是 人生出來的 那我如何能夠 那不是有像什麼 以前那個什麼 早期的深藍這種電腦嗎 有沒有聽過 以前那個西洋期 有一部電腦叫深藍 這是最早期的AI 每天過 以前俄羅斯的旗王 就敗給深藍過 所以後來才會圍棋的世界 才會開發出AlphaGo 對 大家現在知道AlphaGo這個部分 你不夠老 我不夠老 這位少年 老了 少年 對 AlphaGo這件事就是 導致讓NVIDIA一飛沖天的 後來他們在整個AI運算的比賽 美國AI運算的比賽 他發現用CPU做成的電腦 怎麼算都沒辦法很長 就很強烈的進步 每年進步不到1% 計算的精準度 那就比不上 完全比不上人 換成了GPU之後 後來有個團隊 一個大學的教授 我GPU來試試看 用GPU來替代CPU來試試看 結果那一次 他當然跟現在病重率比賽很多 但是他當年一口氣一戒 各1年而有 讓這個AI運算的精準度提升10% 哇 他一次搞定10年份的 這真的很大的突破 突破 那還是沒有很準 都有7成的勝率 本來連5成都沒有 是啊 連5成都沒有 你拿算盤 拿那個銅板丟去好了 但是他生活就10年的 對 然後拿到現在你看 很多的AI去做判斷 它叫類神經網絡 是從GPU開始的 到現在我們講NPU 對不對 類神經網絡就到來 然後我們講這個 你未來的世界這個東西多囉 真的 多囉 之前不是很紅的那個事件嗎 就是換臉 對不對 那個 那個deep fake 那個就是類神經網絡去做的 是喔 人臉 有重要輪廓 在這一塊 眉骨啊 眼睛啊 鼻樑嘴唇 這一塊我現在把臉包這樣子 對 這個之外的這個部分是不重要的 喔 就是眉骨之上 外圍這邊是不重要的 外面這一圈是不重要的 重要是裡面的 所以我只要用類神經網絡的方式 把你有非常多角度拍下來對不對 用這個去推推 他可以計算出一個模組 只保留你這個主要的 那個重點的五官 然後把我這一塊跟你這一塊 蓋起來 交換 對嗎 然後剩下的還是保留的 對 所以你就會長得像我 喔 喔 就這樣來的 那叫deepfake 我那是這樣喔 我簡單講就是這樣 我不要跟你講說那個東西怎麼玩 哈哈 那你可能睡一半去了 不是 怕大家覺得說 David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技巧 其實我不會 但是我知道那個邏輯是什麼而已 你看 聽節目齁 除了可以教你這個 教你這個 在牌面上一個操作的原則之外 你還可以聽到很多 還有一種方法可以換臉 就是周上東路四段 整形外殼嗎 不然四段有什麼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老師剛剛講說 錄音前我們那個 周上東路四段去一趟 你就長得不一樣 真的真的 回來就變美了 對 好不好那個 那個頭髮長了 然後那個髮際線變短 變短 皮量高了 對 該翘的翘 該細的細 該大的大 該結實的結實 結不結實我都不曉得 但是我知道現在的技術非常厲害 而且你知道我之前 在周上東路四段錄節目的時候 我常常會發現很多會經過整形針索的 其實都長得很好看 就是你這個身材樣貌已經非常好看 就是他們會停不下來 但是你去看 我就覺得這哪有缺點哪有需要整 這就很好了 我說我都這責勁我沒去整 不要浪費錢 對啊 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不會啦不會啦 只是胖了點頭髮少了點 不會啦現在瘦了一點 還差遠了還差10公斤 還是over10公斤左右 還over10公斤左右 好嚴格喔 BMI那個數字 怎麼算我都很難達成 慢慢慢慢 像多少 不好說 是機密喔 不是機密啦 只是說說怕大家害怕 這樣子嗎 沒有那麼多 BMI呢 BMI 沒有啊沒有那麼多 二級啊 二級超過25就已經太多了 對啊 所以是這樣子over的狀況 超過24就算多了 哇塞哇塞哇塞 欸我瘦的時候才212而已 欸那真的很很匀秤 很結實的感覺 對那是當年 想當年還有六塊幾的時候 對對對那是當年 好漢不提當年有 對對對我們不要再講那個 那個什麼 對對對我們不要講什麼 深藍電腦 這個沒有人聽得懂 這個沒有人聽得懂 有點難喔 來回到我們的股市 資金靈活來做操作 這四加四個字 先獲利入貸 然後呢再轉一趟 好那再轉一趟的什麼意思 老朋友嗎 如果說你覺得老朋友 老朋友新朋友都可以 尤其是新朋友 尤其是新的New Arrival的喔 大家都知道我也習慣了 喜新宴窮 喜歡走永又抱 不好說不好說 親愛的老朋友 接下來如何賺呢 David老師買什麼 你就跟著買什麼囉 電話直接拨通 跟上腳步了 節目之後呢 再次感謝我們的David老師 來到節目當中 OK謝謝評划 謝謝全國的好朋友們 把握這個良機 獲利入貸之後 再轉一趟 威力頻道的好朋友 明天見囉 拜拜 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